凤凰的亚洲妇人电影海报 国华奈兄弟影片公司出品的电影在8月15日的收映日票房为500万美元,1美元约合6.9元人民币,本网著,预计在5天收映7类系全美票房,将突破2500万美元。 这部全部由亚裔演员主演的电影上映后,将成为剧情片和爱情喜剧片的分水岭,报道着《疯狂的亚洲妇人》一书的作者,该片执行制片人凯文官,一,说,她感受到了爱情喜剧片的影响,因为她描绘了关于爱情和家庭的普遍经验。 但疯狂的亚洲妇人,远不只是一部传统意义,上的轻松幽默爱情喜剧片,凯文官说,她里面有很多戏剧性的东西,很高兴看到这部电影以某种方式,超越了这种类型的电影,还成为其中的一部分,并向此类电影的伟大传统致敬。 报道着,自电影工业的初级阶段以来,爱情喜剧片就一直是好莱坞的可靠主打产品。 就在不久前,爱情喜剧片还统治着票房,据美国康姆斯科分析公司的数据显示,在票房排名前十位的爱情喜剧片中,有期部是在2000年至2009年,接上映的。 其中包括我的盛大希腊婚礼,男人百分百和全民情敌等热门影片,这些影片的全媒票房收入均超过了1.75亿美元,但最近一部票房超一亿美元的爱情喜剧片还是三年前的生活残骸。 凯文官说,不论疯狂的亚洲富人票房表现如何,它已因其所代表的意义而获得成功。 该片展示了好莱坞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亚依在以往爱情喜剧片中过时的形象。 他还说,我认为,我们创造了新的叙事方式,我们打破了成见,我们继续前进。 延伸阅读美国导演言论,不当事件发酵好莱坞明星纷纷逃离推特,美国导演詹姆斯·刚恩,因言论不当被迪斯尼公司开除,图片来自名利产音文网。 8月17日报道戏美国导演,美国导演詹姆斯·刚恩,因言论不当被老东加迪斯尼公司开除,其导致的恐惧效应,逐渐在好莱坞漫年发酵。 很多好莱坞明星毛鱼删除就推文,以免费只有种族歧视,性别歧视或政治攻击等倾向。 据西班牙《国家报》7月26日报道,支持特朗普的右翼评论员麦克切尔·诺维奇把银河护卫队导演导演刚恩,是年前写过的推文都发了出来,刚恩曾在推特上开过一些出俗的玩笑,虽然他很快把推文道歉,但依然被迪斯尼公司炒了鱿鱼。 理由是他的言论,完全被离开公司的价值观,好莱坞老戏谷麦克尔·鲁克删除了自己的推特账号,但保留了Instagram网站的账号,紧随其后的是制作人Dalama。 他曾在2009年,开过一个有关脸同匹的玩笑,被切尔·诺维奇盯上的还有喜剧演员巴顿·奥斯瓦尔特和麦克尔·伊恩·布莱克,这两人都对特朗普持批评态度。 评论员特雷福诺亚也成了切尔·莫维奇的攻击对象,他主持的一档讽刺性争论节目,从不给华盛顿留情面。 好莱坞之心大夫鲍蒂斯塔在社交媒体上为高恩大声疾呼,报道着,他认为影视圈当中对低俗玩笑的林容忍,似乎超过了必要限度,针对高恩的行为已经构成了网络攻击。 如果好莱坞不能团结起来遏制这一势头,情况将会变得更糟。 他和左伊萨尔达尼亚等演员,以及其他25万人一起,在变革网站上发起情愿,希望高恩能回到原来的工作岗位上。 剧圈内人称,高恩其实已经在影视圈树敌无数,依仗才华出众甚至撕毁保密协议,切尔诺维奇的攻击只是给迪斯尼,提供了一个炒调他的借口,无独有偶,派拉玛影片公司最近也以不当言论为有解雇,了电视剧主管安妮·鲍威尔,当后者认为这是赤罗朵的性别歧视。 喜剧演员罗斯·安妮·巴尔,近日巴尔表示,对好莱坞采取双重大的标准感到深恶痛绝,不应因为一个小小玩笑就上歌上线,同时希望高恩能够回来继续拍他的一颗护卫队,巴尔其实自己也是一个牺牲品。 他曾因为口无真来的将前总统奥巴马,第一位顾问比作人人而被砍掉节目。 好莱坞演员、制片人麦克法兰认为,公众人物要能够承受娱乐压力,同时也要考虑到受众的感受,延伸阅读,奥斯卡将为麦作电影是一新奖项,还有这些变动需要了解。 奥斯卡小惊人资料图,图片来自美国,ABC新闻网,8月9日报道新媒体,奥斯卡主办方美国电影艺术与科学学院,8月8日宣布了对奥斯卡颁奖典礼,做出的一系列变动,包括为最卖座的电影设立奖项,以及在广告时段,宣布某些特定类别奖项的获奖名单。 据爱菲社8月8日报道,学院理事会8月7日打召开会议,再次选举,约翰·贝利担任该机构主席,同时通过了对奥斯卡颁奖典礼重播,做出的重大改动。 近些年来,奥斯卡颁奖典礼逐渐丢失了大量观众,为应对这种情况,学院在近几个月经,过对各线计划的讨论后决定,将奥斯卡颁奖典礼的时长,控制在三个小时, 以内,报道着,学院在一封写给成员的心函中说,我们承诺献上一场三个小时的娱乐节目,并呈现更接近全世界观众的奥斯卡颁奖,为确保节目时长不超过三小时,学院决定,某些类别的获奖者名单,将在广告时段宣布,获奖者的精彩演讲部分,将在重播阶段播出。 此外,学院还决定,2020年奥斯卡颁奖典礼的时间,将从原定的2月23日提前至2月9日,但最大的改变是增设了新奖项,以奖励那些深受大众喜爱的电影。 目前,学院仅透露,获得这一展项的各项条件,将于近期公布。 这样一来,学院就确保了当年最卖作的电影,将出现在奥斯卡奖范围内。 这样的事在以往并不常见,报道着,学院曾将奥斯卡最佳影片奖,得提名名额提升至10个, 传统上是5个,做出这一决定的原因,是观众呼声极高的蝙蝠侠,黑暗骑士甚至连2009年奥斯卡最佳影片奖的提名都没有获得。 据报道,做出这样的调整,是希望为最卖作的影片提供便利,以此吸引更多观众,坐在电视机前观看颁奖典礼,便意料自为, 延伸阅读,留下多部佳作,终结一个时代,好兰物影帝雷德福吸引,罗宝特雷德福图片来自雁都快报网站, 8月9日报道外媒称,现年81岁高龄的影坛传奇人物罗宝特雷德福在经历了漫长而辉煌的电影生涯之后顺布吸引, 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终结,但他表示并不准备告别导演工作, 据埃根廷布伊洛斯爱丽丝经济新闻网8月6日报道, 雷德福1936年,出生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从小叛逆不羁,早在60年前他就开始了演艺生涯, 他与1967年和著名影星简邦达,共同主演的新婚燕尔, 1969年主演的神枪首语志多星,1973年主演的片中剑, 1976年拍摄的《惊天大阴谋》等经典之作,让他的名字成为男性魅力的代名词。 中年之后拍摄的《麻鱼者》等影片也给影迷留下深刻印象, 拥有两座奥斯卡奖的雷德福,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他作为演员的最后一部作品《老人与枪》是基于真实故事, 他在片中饰演的《银行大盗》被逮捕了17次,也逃跑了17次, 他说,永远不要说永远,但我决定到此结束我的演员生涯, 我将在这部影片之后吸引,因为从21岁开始,我就一直从事表演事业。 报道着,作为好莱坞最得高望重的演员和导演, 雷德福表示已经满足于这段演员生涯,并将积极向前看, 在被问到是否也会放弃导演事业时, 他表示还不能确定。 早在2016年接受媒体采访时,雷德福就表示自己作为演员还有两部电影要拍, 随后就将全身先投入导演工作。 报道着,在被问到是否愿意回归多年前放弃的绘画事业时, 雷德福表示, 是的,非常愿意, 特别是近些年,因为我对表演已经感到些许厌倦。 他当时还表示,我是一个缺乏耐心的人, 无法忍受等待, 一个镜头一个镜头的拍摄过程对我而言很艰难, 到了80岁,我更愿意回归绘画, 因为我不用再考虑任何人, 我只需依靠我自己。